其实我们这边本地的方言特别重哈 所以可能还是会有的 希望你一直一直都是这样子 好不是表面功夫 所以说啊 所以所以我才让你们一直帮我当见证 好不好 我希望你们一直就是帮子音跟 不是帮子音就是帮我监督 希望你们有想问李扬的话 那可以多问李扬各帅吗 你们有想问他的话 直接就问好不好 因为现在他也在直播间 然后他也在我旁边 对我希望 然后你们想想要问的话 你们可以去问一下对不对 然后有很多人都说 一句话两句话意思呢 一句话两句话就说表面功夫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去问的 其实哈真的一句话两句话 我从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话 你们可能也不信 我希望通过我的表现 然后以后我会经常 有时间的话 我会经常在子音的直播间跟大家聊天 希望大家看着我的表现来 好不好 对真的一句两句话 是说不清楚的 而且一件两件事情也不会 也不会看出来一个人 是不是 我希望大家能够长期的监督 我好不好 要一直做暖男 暖男 子音值得 用 你看 你看你看子音 大家大家都在说 哈哈 帅哥方便露个脸吗 各位帅们 你们都想要看李扬露脸 是不是啊 是因为有很多人都说想要看李扬 这个人长得怎么样 各位帅们 其实我觉得 李扬这个人长得如何的话 我觉得 样子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去怎么样 去定义 去表示表明一切 是不是 我觉得样子的话 我觉得 可能说的话 感觉让他们 误认为我很丑的样子 你去丢一摸 没有 没有怎么可能 没事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 有很多人都想看 想看李扬的样子 然后呢 我觉得样子的话呢 我觉得 没有那么重要吧 哈哈哈哈 他个子多高呀 个人说 你们有多少 有多少人知道李扬 李扬多高的 你找不到像张浩那么帅的了 我我也不想哈 我也不想再去提了 珍惜珍惜生活 我觉得李扬比他 我比他帅 是不是 嗯 对 对 你们知不知道李扬 就是身高多少呀 各位帅们 对你们知道 你们把他打在公屏上 我看一下 有多少个也帅 你们都知道李扬的身高的 1米8 没有哈 惭愧哈 有点 2米 哦不是 2米以下 1米 1米以上吗 你们往这里面去猜就可以了 确实没有1米8 没有1米8 不露脸对粉丝不尊重 玉兔 不能这样去说哈 我前面我我昨天 1米 1米75 昨天他这样 我问一下大家 昨天在 在直播间的 我再想 我再想问一下 不问了欢迎吗 什么 对他1米75矮 矮男人聪明 他1米75 个山 他他不不矮了 我们这边的话 还有一米男 有很多男的 一下他1米4 1米6的东西 哦1米6 我说1米4 这样昨天 昨天你们在直播间的 你们 打个在好不好 对你们 就我昨天 我已经跟大家交代了这个事情 你们在直播间的 你们打个在好不好 我想看一下 主播你有几个孩子 我有10个孩子 对你们昨天在的 你们打个在 好不好 然后我想把昨天那个事情 刚刚有 有一些叔叔阿姨们 他们一直都在问 说我不出来 我没有露脸 就是对你们的不尊重 怎么怎么样的 其实我已经前面 我也跟大家说了 就因为我工作的特殊原因 现在不方便跟大家露脸 然后 就是 呃11月20号之前 到时候我 就子音不是 对子音不是要过生日吗 给他们弄个预约 我昨天我已经答应了 就是不管 怎么样 我到时候 我既然我答应大家了 我肯定会跟大家见面的 好好 对子音生日的时候 然后我们到时候我们提前弄个预约 好不好 因为工作原因 我们都要理解李阳 谢谢我们姐姐阿姨 对 其实我的话 从来就没有过过生日 然后呢 李阳的话 他说过几天 就是因为我的生日在11月20号 11月20号的话 就是我们遗族过点的时间 然后也没有时间去 去过就生日 然后李阳的话 他说他提前 提前两天还是三天 然后呢 就给我过个生日 但是我觉得我不用过生日 还是会有人说 你子音你就听李阳的吧 所以说 嗯 这样的歌出来吗 呃 我 过李阳给我过生日那天 我们弄个预约 然后呢 你们每个人都预约一下直播 然后呢 呃 李阳说他那天给你们露脸 对 我跟大家见一面吧 也不是也不是说什么 露脸不露脸的 露脸的话就感觉有点 变位了是不是 对 我跟大家见一面 因为那么多 因为有那么多叔叔阿姨们 其实都是很支持我的 对 有很多人就是 嗯 一直支持着我们 所以说哈 李阳的话呢 你们听到没有 他说我说的露脸 他说不能说露脸 因为露脸的话 就感觉有点 不尊重感觉就是那种哈 然后他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说 跟你们期待给你们见面 然后呢 几家阿姨们 可不可以 可以的话 你们打个打个好 好 你们打个好好不好 然后呢 打比方就比如说 呃 11月17号 或者11月16号左右的 就是如果说要给你们 呃 开直播 然后呢 那天的话呢 就给你们预约一下直播 然后你们每个人去预约一下 直播就可以了 哈 更帅吗 哈 对 我们会提前给大家搞 搞预约的哈 对 你们觉得好的话呢 打个好哈 那么神秘吗 因为他的工作原因各项吗 哈 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不知道李阳的工作是什么哈 量的工作的话呢 是为我们去那种的哈 然后呢 他是呃工作比较特殊 所以说他露脸的话呢 就比如说他跟你们见面的话 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呃往上面去报去报对 然后呢 要等上面就同意之后呢 才能怎么样 才能给大家见面 所以说你们的话也要理解一下我李阳哈 李阳你是不是我同学 你是谁啊 你是谁你你叫什么名字呀 你是哪里你是四川的吗 你是四川的吗 对 所以说各事啊吗哈 我们希望呢 对你们能够理解我 真的你们能够理解我 而且我前面我也说了我那个呃 就是跟大家见面了 那个事情已经在走那个流程了哈 到时候不管哈 就是那个流程走不下来走得下来 我都会想办法跟大家见一面 好不好 韩如果不认识就不是 韩你就一个字 韩国 你一个字让我很难 对各位帅们 所以说你们的话也要理解一下李阳 因为他并不是说不想跟你们见面哈 是因为他的工作原因 你们都知道 对不对 我不可能他就是一个就是不能就是露脸 在这个公众场合 因为 是不是 所以说哈你们也要理解一下李阳 然后李阳的话呢 他以我觉得他 是 拿出了很很沉 就是 真心实意 对 然后呢 我也真的我也很期待干跟他见面 不是你们 不是我 不是只有你们想跟我见面哈 其实我也真的很期待很期待跟他见面的 而且有那么多叔叔阿姨们他们 呃我看公屏啊 其实大家都挺支持我 挺认可我的 所以我特别特别开心哈 所以希望 真的到时候我也很期待跟他见面 然后对今天你们就呃你们这些就不要在直播间里面说什么呃什么什么神秘啊什么什么不尊重你们啊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真的完全没有那个意思你们不要误会好不好对而且 你说吧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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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说我是而且其实是吧我 算也没有不算个什么 特别特别那么那么的那么大的那个人物哈 让然后让你们这样说的话让我感觉很很羞愧啊 确实 不是今天休息啊我今天现在午休啊午休时间 然后一直这样很多人都说哎呀怎么保持神秘 来手拿出来给他们看一下保持什么神秘感呀怎么怎么样的让我真的让我都有点愧疚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面对大家 但是根本没有你们说的那些哈 真的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不方便跟大家见面要是 能跟大家见面的话见个面那又有什么呢是不是 那就 咱们就 你跟从他们都问了姐妹又问了他们的 呃对先告诉你个多高的体重在哪里工作 他身高一米一米七七七五 一米七五 然后体重的话呢是一一百三十五 你怎么你还记得挺清楚呀然后工作的话在哪里公在我们四川省乐山市 额边 嗯具体不能说哈 对不能说在哪里工作他是 不能说哈个摔毛哈不能说 声音跟账号的一模一样 声音 我我没有个摔毛哈我们的话不要再提他了哈个摔毛哈所以说我们不要去提他了哈你们不要再提那个子音的伤心往事了好不好 行那些事情都过去了我们就让他过去以后不要再提了好不好就是一个人来的嘉宜你我刚刚的话你说哈你说什么你说 呃 怎么怎么样声音不一样 是吧 很多人都说声音不一样啊 你你露一点点就是眼眼眼镜给他们看一下 你心里的眼镜 因为他戴着眼镜开车 个摔毛看到了吧 这个两面 来你过来一点点吧让他们看一下嘛就是不是不是张好啊个摔 对我我其实开车的话我有点点散光哈所以必须要戴一个眼镜 然后平时的话是不怎么戴的 对他不是个不个摔毛哈不是的不是的个摔毛哈怎么可能吗你看你 你不然要来点 你就是一点点就是你眼睛或者是怎么样给他们看一点 一点点 我想把你的头把他按过来 不行呀真的我 不是我刚刚就看李扬的时候我就叫把他对 而且我以后会跟大家见面的哈你们觉得是同一个人的那些人 你们可以一直关注子音的直播哈 耳朵有问题什么 他没有耳朵没有问题他耳朵没有问题啊 耳朵 而且我以为你往你的头发 看来没有看 他的头 我你过车 我就我想怎么样我想把他的头发呢 怎么样把他 接发挠过来之后呢给你们看一下 是近视吗他闪光他开车的吗 他开车有点闪光他说 你们都可以看到哈他的头发的话都是很短的他不是不是个栓吗 不是个栓他不是不是 可以的你羊什么时候露脸记得叫我来看看可以的到时候我们会提前给大家 搞个预约好不好 对他说同一个人就是他说是同一个人的话可能应该很少看子音直播对 对我们水蜜桃姐姐说的很对很对头发还很浓密哈还很浓密 他都长白头发的各帅们 有吗 有 我都我看他才27岁他就长长头被长白头发的各帅们那么神秘吗 分对 又开始了哎 不是神秘各帅我上一秒才跟大家解释清楚呀 他比我大四岁各帅们他比我大四岁 应该很漂亮 什么 他漂亮是不是 呃你今天能把预约约一下吗 嗯 什么 什么 这样吧一会儿我我看一下时间我们因为这个日子要选好是不是 选个凉晨几日 你们觉得好不好 然后好的话我们 呃 下一次下一次可能是很几天过后了 因为我要我要去出差哈 然后下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会把那个给大家弹出来好不好 好的话你们打个好行不行那个叫预约不是那个 预约你不知道呀 对下一次预约哈 我们把它提前弹出来 好不好 你们觉得好的你们把好字打起来哈 现在是中午时间午休时间啊真的 你们一直 而且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会很有分寸的你们就不要在那对那个那个就你 什么凉不凉 而且你们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 我每次我来直播的时候 我都是在我下班下班期间 好不好 你们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 对吃饭时间出来的 对中午休息 对所以说 李洋的话他会自己分配自己的时间 包括工作时间跟咸鱼时间的话 他也会去分配的各帅们 怎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是不是怎么可能 是不是 让李洋露个头 出来看一下 不各帅们 露个头 露个脸 这样各帅们 你们想要看他就是一半的 你们全屏扣个小一 好不好 不露全脸的话 没有问题的各帅 但是的话 我们就只偶尔就只能偶尔哈 露半个头就只能只能偶尔哈 各帅吗哈 对你们想要看他一般的一半的脸的话 你们扣个小一 你们全屏扣个小一 一扣的越多 我让李洋给大家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给大家见面 行不行各帅吗 行不行 你不看 对你们全屏扣个小一哈 一扣的越多 如果你要说一不扣的话呢 就不出来 这不是不出来 就是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 全脸吧 因为他工作原因啊 追女朋友休息时间都不休息 哈哈 那么点 追女朋友休息时间都不休息了 对 你说的很对啊 这个事情必须得积极 要不然被别人抢走了 那怎么办 是不是 那么优秀的女孩子要好好珍惜啊 是不是 子音 来吧 就是你要不然就 那么有多人扣一了 我都没看到 刚刚 很多人扣一 那二的话就全脸吗 二的话就不看了哈 全脸是真的 现在目前做不到 我真的跟大家说实话 全脸做不到 这样吧 我给大家 你们这样子 好不好 全屏再统一 全部都抠一波 二的话 个什么哈 二的话呢 别扣哈 二的话 你扣了再多的话 二没用啊 二真的真的 现在这个东西 对 你们全屏扣个小一 一全部抠起来 我看一下 我已经见过他了 真是演技人 行不行 明星都没有名的保密工作 这样好 明星的话呢 他是 全部都是拍电影呀 拍电视呀 人家怎么可能天天就是 天天漏心都没有问题呀 我算老几啊 我怎么能跟这些比呀 真的 你们理解我一下 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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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一点点 就是这样 因为有很多人都想要 这样看背影行不行 好不好 看背影好不好 对的 子音看看背影就好了 你们说看背影背影吗 你们觉得看背影好的 你们打个好行不行 好不好 你们觉得好的 你们打个好 昨天看见了 昨天在哪里看见了的 我不知道 你们对你们全屏把好字抠起来 然后就跟大家看个背影 背影吗 对 他们说 你们说好是不是 你看 都说可以 好的话